這不是常態 市場上面知道的人不多 用的人更不多 參加過的活動 大家都辦過政黨活動 你告訴我哪一個 哪一個政黨活動辦的時候 知道說我我可以去找中華電信 幫我看一下 我落來的人有沒有到 我上次來的這次有沒有到 告訴我我從來沒聽過 我也參加過很多的活動 我們也辦過活動 我從來不知道 所以我沒有辦法用一個就是說 大家好像都知道混過去 要用臺中市的資料 那不難 王毅川當過林佳龍的時候 王毅川是臺中市政府的交通局的 舉照 他對臺中市 有一點熟悉度 當過交通局 你總該知道NCC電信的管制 那是交通部管 是交通局的業務 我不知道他那個時候有沒有 可是王毅川不要混水摸魚 有關於這種每個觀光景區 甚至於臺北市的每一個夜市 一年下來的人流有多少 什麼時候人潮最多 男的女的有多少 交通部都可以查查得到 那根本就不是秘密 沒有人在跟你講這些東西 不要東拉西扯 王毅川講的讓人家驚悚的 就是第一個 如果有絕對不是只有一家電信業者 我哪裡知道今天今天來的人是用中華電信 是用遠傳是用臺灣大哥大 我哪裡知道呢 我不可能只有一家 第二個就是說 他還可以持續的回頭去 要求你再跟我比對 同樣這支號碼 之前五月十九號在哪裡 這就嚇死人了 我告訴你 我只要真的心懷惡意 我可以盯著林國城 你告訴我林國城 過去一個月 他他去過哪些地方 那個定位基本上面 你都可以辦得到 好吧 當然這些接下去不只是王毅川的問題 還有就是電信業者的問題 立法委員必須要去盯著電信業者 告訴我你為什麼這樣做 我們都不知道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你賣了多少錢 財報上面我為什麼看不到 再來就是你跟使用者 譬如說我用的 我用中華電信 我用什麼東西 我跟你簽約的時候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把我的東西是可以這樣用的 因為他已經涉及到對我個人的監控 你可不是在一個景區裡面去沒有指名的統計 今天到底進來了多少人 男的女的老的小的 我只是one of many 那無所謂 因為你不知道 我有沒有來 可是你已經可以識別我 你已經可以識別我說 你上次有參加小小草 你這次又來了 又來了青島 青島的東路 你是兩頭 你是在混的 我已經可以鎖定你辨識你的政治立場 剛剛藍軒提到的就是劍橋 劍橋分析 劍橋分析在二零一六年曝光了之後 他很快隔年不到半年 美國英國公司全部破產 都宣布倒閉 祖克勃就躲過去了 沒有 祖克勃六年之後 被美國DC總檢察長 明示訴訟起訴 他很快說是我的錯 民進黨到今天為止 起碼就還沒有人在為他 為王毅川做辯護 你看到連柯建民 你想如果說 這個是普遍的情況 柯建民會不知道嗎 你認為吳四耀會不知道嗎 柯建民為什麼不敢幫你 背書說大家都這樣做 你只要告訴我 大家都這樣子做 那我就當作是我無知 我不知道 很抱歉 我今天看到的 即使是交通部 他們都不知道 因此這件事情的可怕 就是說他已經可以監控 就是你可以做很多 我跟你簽約說不知道的事 而你會出賣 我在某一些 你可以做商業行為當中 可以去追蹤我的行蹤 我為什麼要讓你知道 我參加了小草 我沒有去青島 我為什麼要讓你知道 你憑什麼知道 同樣你就可以監控我說 我到小草的時候 我是不是吃完便當就走了 還是我在那邊待一待很久 跟你唱歌跳舞 聽你在那邊講廢話 我不知道喔 同樣我也可以去監控你 如果說真的現場發生什麼事 事情的時候 你有沒有參加我的衝組 你有沒有做做什麼 我都可以辦得到 就是我已經做到細緻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他真的是在過去我們看到大陸說用人臉辨識 在張學游演唱會的現場抓人 我在我的當時我都覺得對啦 這樣子讓大家去去參加什麼活動都不自在 可是比我們這個還人道多 他還是抓罪犯 可是這一天所有被點名的都不是罪犯 你可能會說他又沒有點藍軒的名字 他沒有給你唐湘翔名字 可是我告訴你 他知道你藍軒有沒有去 他知道你唐湘翔有沒有去 你不要因為他沒有點你名字 你覺得無所謂 他知道你的一切比上帝更清楚 當我們在批評對岸的時候 怎麼樣子去濫用 這樣一個資訊的監控的時候 你回頭來看 我們竟然有如此的不民族 這實在是有點諷刺 的確觀眾朋友 這件事情都還在發酵當中 我們收到中華電信 剛剛的最新說明 他說本公司與王毅川先生 沒有任何接觸 也沒有任何的業務洽談 Klar 謝謝 我